这道题别说小孩大人都晕 甲乙饼共有36块钱 甲给乙七块钱 移给饼两块钱 饼给甲九块钱之后 三人的钱数相等了 问甲乙饼原来各有多少钱 那么向这类知道了过程 还有结果要求原来的叫还原问题 遇到还原问题 列表加倒推一步到位 首先他们原来各有多少钱 我不知道用个方框来表示他 那么接下来请看 甲给乙七块钱 意味着甲会减少七块钱 乙会增多七块钱 乙给饼两块说明 乙会减少两块 饼会增多两块 同样了饼给甲九块 那么饼会减少九块 甲会增多九块 最后给来给去之后 三人的钱数是相等了 那么三人最后分别各有多少钱呢 给来给去之后合适不变的 所以用总的三十六除以三 等于十二元 最后大家都有十二元 好嘞 那怎么去求原来各多少钱呢 就要用到这个倒推法了 你想 谁减九等于十二呀 三 谁减七等于三呀 十 所以甲原来有十块钱 乙呢 谁减二等于十二呀 十四 谁加七等于十四呀 七 所以呢 乙原来有七块钱 那同样方法 求一求 饼有多少钱 评论去见吧 这个就是咱们所说的 立项思维了 什么钱呢 Bijow 可以 评论去见